不做第一只做唯一 这是最专业的日本旅游专家 那就是太平洋旅行社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社长林志安林社长 来跟大家分享 他们如何去规划这个行程 不管是在这个旅游路线的规划上 还是吃的跟住的安排上 以及导游的这个功课准备上 他们绝对呢都是 极尽所能近乎完美的 那么接下来要请这个林社长 跟大家推荐一下 如果暑假期间要到日本 来一趟金子游的话 那么你会做什么样的推荐跟安排呢 比如说在暑假的来讲 我是觉得我们把宫崎骏 排在我们迪士尼这个行程里面 希望它的意义 真的是大过于一个一般的旅游 宫崎骏的电影里面 一直在告诉我们 对于环境的尊重 对于自然 对于人间的那个经营 都非常具有那个教育的意涵 那这个不仅是对小孩子 其实也是在告诫我们成年人的社会里面 应该要有的态度 那这个好不容易大家 有这个机会时间去日本了 不是退一千块 进不去退一千块 是必可以解决的 所以为了这个宫崎骏的票呢 我们绝对是百分之百 就是说这一团如果进不去 我就全部把这一团的团费 推给大家 我们就选可以进得去的 我一定买得到票 才把这一团上架 就是我可以损失 我买票没有人 但是我不能损失对客人的承诺 所以我们每一年损失了 非常多的攻击军的票 就是我买的票 实际上找不到客人 也是常常的发生 所以这个是我对于客人的承诺 因为父母亲的是对小孩子的承诺 所以你们在暑假的时候 就特别推荐 可以到宫崎骏迪士尼 这样的行程大概几天的时间 是宫崎骏加迪士尼 然后再去清景泽 清景泽骑小拉车 是 把这个行程仔细的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五天 就这五天冬 暑假的时候非常推荐大家 在关东的部分走宫崎骏 清景泽加迪士尼 那这个行程非常的棒 第一个他有这些 比如迪士尼乐园的动态的游乐设施 有宫崎骏那种非常静态 也比较有教育意涵的 再来可以到清景泽泡温泉 欣赏那个海拔 比较高一点 然后比较凉 然后可以骑脚踏车在树林里面 那清景泽骑脚踏车 真的是很棒 尤其到一个云场池的一个池边 那真的是非常舒服 然后去逛街 然后就到东京的天空之树 这个都是在今年的七月 可以看得到的一个行程 这行程安排规划真的很好 除了大家很喜欢的迪士尼以外 你看宫崎骏的或者骑脚踏车 还可以看到天空之树 这就是一个新的方向 所以也是五天的行程 所以如果说是一家四口五口的 然后带着孩子去的话是很棒的 对 还有大阪这边的京都的古都 加环穹营城 这个行程也是非常推荐各位 如果说都关东已经去过了 想走一走京都的那个 京都的文化历史之旅 再加一个环穹营城 这个也是很好的选择 另外一个就是说 一样有环穹营城 但是是走这个京都古文化 就是认识日本大和文化 这样的一个行程就对了 是是是 这也是蛮适合亲子游的 对对对 是是 所以我想听众朋友 也许在过暑假的行程 已经在规划了 我猜应该差不多了 爸爸妈妈再找行程了 你可以听看看这个林社长的建议 那孩子跟大人小孩去环穹营城 当然是无庸置疑的 可是可以有其他不同的文化 跟新的景点加入进来 我相信一定会留给大家 很难忘的这个暑假假期 相关的行程应该在网络上 都可以找得到 是是是 OK好 最后有没有什么特别要补充的 我们会非常的珍惜 你托付给我们的任何的时间也好 金钱也好 所以这个是我最大的想要告诉各位 听众朋友就是说 我们真的是用生命在经营 我们这个事业 很让人感动 好 我们也谢谢林志安林社长 跟大家的分享 谢谢你 谢谢